大家好,尖椒炒蘑菇为什么饭店做的好吃呢? 其实这里面有技巧,出锅以后给我三斤排骨都不换 先准备两根尖椒,将它滚刀切成片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猪肉片 再来准备少许葱姜蒜 下一步撕成条的蘑菇,直接下入开水中 锅里的水再次开启后,焯烫一分钟 蘑菇炒好后,下入自来水中 让蘑菇冷却下来 冷却好了,上手转一下 但是不要转得太干了,那样的蘑菇就不好吃了 接下来锅中加油 下入切好的肉片 给猪肉炒至发白 炒好后,下入葱姜蒜 将葱姜蒜炒出香味 炒香后,沿着锅边淋入料酒 翻炒两下,挥发掉猪肉的腥味 接着加入少许生抽 给酱油炒出香味 翻炒片刻,下入辣椒 再下入蘑菇,转小火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盐 少许味精 少许十三香 再淋入半碗清水 翻炒一会儿 让所有的调味料和食材翻炒均匀 翻炒至入味 咱们淋入适量的水淀粉 让所有的料汁都均匀的裹在食材上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的手机还有电的话 麻烦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翻炒片刻,美味,既成 这道菜啊,蘑菇鲜味十足 带上一点尖椒的腊味 配上两碗米饭,真的是太美了 满分100的话,你会给这道菜打几分呢 点击我的头像,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让你天天做好菜